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这不好笑 今天是7月12日 我们纪念菲律宾是中国南海岸的胜利 在大明区多座人行天桥 却突然出现这样的不调 有关当局营立即把他们拆下来 南海岸菲律宾法律团队成员 前总检察长西梅 昨天上午在脸书页上张贴照片写道 后来 马尼拉市大明发展署在警员和地方政府人员的帮助下移 除了在C5 纪顺大街 伊斯班林欢迎原地 巴奇市的机场路 以及比奥科尔联邦大街的横幅 但是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类似横幅照片已在菲律宾社群网站流传 菲律宾人认为中国占领了菲 领土 一些不知情的菲民众已发愤怒 华人族群也开始担心 是否会引起败华情绪 这挑拨中菲民众关系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 Terry Locke随后在总统府简报中表示 这些横幅的幕后黑手是政府的反对派 哈里罗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反对派是大明区某些地区悬挂的 欢迎来到中国的菲律宾横幅背后的主谋 这很荒谬 他们总是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激怒菲律宾人 显然他们是在散播我们放弃了国家领土的谎言 而真相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想对他们说能不能想个更好的把戏 然而在这顾罗沙里欧战略纪国际问题研究所 巴菲主办的南海论坛上 菲律第一名南海法律团队成员 大理院代理首席大法官加彪说 挂不条是民主社会表达自由的一种 此外 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 继海洋法研究所所长苗董·苗卡则说 当人民以菲律宾是中国一省来开玩笑时 可解读为另一种形式的抗议 显示他们已失去对政府的尊重及支持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虽然亲华 但其国内的反华亲美势力还很强大 希望在这敏感关键时期 杜特尔特能够压住在国内的反对派 保持中非两国友好的关系